大家好,我是榴莲刀戈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海南岛的猫山王榴莲和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 看看它们在气候、肥料、土地和光合作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 以及这些差异对榴莲产业有什么影响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气候的不同 海南岛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 而马来西亚这是典型的热带雨淋气候 高温多雨 两地的温度和降雨量都有显著的差异 这对猫山王榴莲的生长有很大的影响 海南岛的气候条件可能会让榴莲的甜度更高 而马来西亚的气候侧有助于保持榴莲的丰富口感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肥料的使用 海南岛的农民可能会偏向于使用有机肥料和特定的营养配方 而马来西亚侧更多采用传统的肥料配方 这些不同的肥料会影响榴莲的生长和口感 例如有机肥料可能会让榴莲的风味更加自然 而传统肥料侧有助于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 再来我们看看两地的土地和土壤 海南岛的土壤多为火山或红土 而马来西亚侧主要是红土和冲击土 这些土壤典型对榴莲的生长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火山土壤含有胖欧质 有助于提升榴莲的风味 而冲击土壤排水性很好 适合榴莲树的根系生长 光合作用是榴莲生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海南岛的日照时间较长 而马来西亚的日照相对稳定 冲注的日照可以提高榴莲的糖分含量 使果实更加甜美 不同的日照条件直接影响榴莲的光合作用效力 从而影响其口感和品质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这些差异 对马来西亚榴莲产业的影响 海南岛猫山王榴莲的发展可能会带来竞争 但也可能注尽马来西亚提升榴莲质量和品牌的认知 两地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双赢 共同注尽榴莲业产业的发展 总结一下 海南岛和马来西亚榴莲 在气候、肥料、土地、光合作用这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不仅影响了榴莲的口感和品质 也对榴莲产业有着深沿的影响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回见 拜拜